师父疾病离世 临终之前 把四季山庄托付给我 少年庄主 年幼可期 黑道白道 来找麻烦的人层出不穷 我成了两年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叔伯 我为了保护四季山庄而死 我撑不下去了 就逃了 你别这样怪自己 后来发生什么了 我真的逃了 不会的 你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苦衷 不过是说得好听的借口罢了 我父亲 是仙剑王的左膀右臂 当代剑王 也是我的表哥 他担心身边没有可信之人 便写信求我过去帮他 十字眼 十字眼 混叫什么 叫表哥 表哥 你怎么了 脸色看起来很差 王爷他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十老师 他走了 老师正知圣年 怎么会 父王听信谗言 将老师下狱言行逼宫 莫须有的事情 老师怎会屈服 就在狱中自尽了 你知道老师在林中之前做了什么吗 他写了满情满地的绝命诗 我看着满墙满地的写书 我看着满墙满地的写书 我为民 表哥 你别他难过 将来我们 父王 父王盛弄 他甚至将老师的遗体弃至荒野 着实兵把守 不让人熟练 人也够可食 是我没有 是我没有 是我 我甚至不能给老师一个死后啊你 表哥 你放心 我去将老师的遗体捣出来 将他好好入恋 好 子舒啊 你什么时候能够下山来帮我就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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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还是自己骗自己 全域泥沼 一旦陷入 岂能轻易脱身 我就看着我那些兄弟 一个一个都死在我面前 最好 连九霄也死了 九霄死后 九霄死后 我身无可怜 后来 你猜怎么着 我又逃了 我又逃了 你呢 我跟你说 你 你